我们看这一个 这个是和刚才是一个群 但是这个又不是长条蛇了 这是属于胖大蛇齿痕蛇 老师请教一下 我说颈尖背部不适 睡眠欠佳 因为的蛇间是凹陷的 再有即日呢 有感冒 鼻咽部有炎症 对方反馈 对 然后另一个学生说 李老师您太厉害了吧 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我说你吃饱了不饿就行了 就是这些问题 这样分析很直观 千显易懂 我给他画了一下图 其实这个就不用我画就可以 颈尖背部不适 我们看这个颈椎部位出现了裂纹 上肢部位有凹陷 就是颈尖痛 后背不适 因为这个呢 他前部是颈椎 这里呢已经接触到胸椎了 所以说他连颈部带胸部 连这个背部都会不舒服 颈尖背痛是这样的 舌尖凹陷 睡眠不好 他舌尖部有这个回点 他这是感冒的表现 我们看苹果蛇 其实我们刚才这个 有点苹果蛇的意思 苹果蛇呢就像它的底部 舌尖部 像苹果的底部一样 底部一样 是这种形状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苹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石像 我们就明白了 苹果蛇主病是什么呢 腰痛 腰酸腰痛 那我们看这个石像 老师看看这个 我说苹果蛇腰痛 对方反馈 腰痛对了 正在疼 这呢也是一个苹果蛇 我们看这先看对话 请老师刺个方子 我说腰痛吗 对方说是 就是腰痛 苹果蛇 苹果蛇叫凹陷 这甚者 其边缘光滑圆盾 这呢既不是失眠 也不是嗜睡 而是腰酸腰痛的表现 因其酷似 苹果的底部 我管它叫苹果蛇 我的学生呢 开玩笑 管它叫屁股蛇 因为呢 它就是主的是 腰底部的这个疼痛 所以叫屁股蛇 它就是骨盆 这骨盆后面 这个部分的疼痛 我们看这个背景图 它有一个骨盆 骨盆的形象 它就是主这里的问题 此舌尖 这凹陷虽重呢 但是它腰痛 不厉害 以虚痛为主 虚痛呢 它的特点就是 隐隐作痛 疼得不厉害 但是呢 总是 无法消除这种 这种症状 酸痛 血温血暗 休息呢 就缓解 稍微干那活 就 腰痛如舌 这是先天病腹不足 心阳素虚 无力温暖肾水 导致肾水虚寒 因为寒性收隐 筋脉不利 所以经络不通 而生疼痛 肾水寒 不能温暖腰腹 不容则痛 寒主痛 治疗也不难 就是温阳 散寒 温肾 温肾的东西 都可以温心痒 像还有一些 父子的东西 多重啊 多活鸡生汤 桂枝少药 植木汤 幼龟丸 等等 都可以选用 以及肾酌汤 等等都是可以的 根据具体的表现 来 辨证实质 选择方药 我们看这一个 胆时症 腰脊 酸痛 腰背部僵硬不舒服 胃胀 鼻咽炎 前列腺肥到 睡眠前家 有肿瘤的趋势 对方说 老师会不会是癌呢 我说应该是的 因为蛇是满胎的 一个状态 可以开个方子 让命主缓解一下痛苦吗 我说反馈一下症状 对方反馈 全重 目前就是睡眠不好 腰痛比较痛苦 因为这个也是有点 苹果社的意思 腰身不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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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